我国实施行动管制令今天满一周年了 尽管政府允许复原市管制区相互跨州旅游 但对一些旅班业者而言 国门一天不开 旅游业依然是前途茫茫 雪龙小型巴士司机工会 娓娓到来疫情寒冬期的财务困境和心酸 不少司机被迫转行充当临时小贩户口 业者寄望政府打救提供陆税和车刑折扣 免费验车等运助以缓解生活困顿的压力 雪龙小巴司机工会主席沈开祥 连同几名成员召开记者会倾诉 不少旅巴司机因应疫情手停口停 新管令期间还得承受陆税更新 小巴保险和车贷等开销 每年亏损大约2到3万令吉 一些司机因为扛不住经济压力 被迫变卖旅游巴士或转行当小贩维持升级 有些同行他们手上有两三两的 就转不来就卖完 卖了也是一个坏事 也得不到什么东西 有些人就转行 好像都是在旁边的 你们可以看他们转行在做什么 卖擀粮的也有 卖水果的也有 就是到处去为了生活 我们真的是讨一个很基本的生活费 可能只是一天三餐 有时也没有三餐 因为也要看天气 如果天气可是开了两个小时 它就下雨的话 我们就必须关 然后我们也希望 那个市政局 然后还有所有的有关部门 可以给我们更容易的 一个一个去申请那些执照 来给我们安安心心的 做一个正正当当的生意 来讨生活 雪龙小八司机工会早在一年前 已经致函给财政部 旅游部和交通部反应诉求 包括自动暂缓贷款半年 提供五成的旅巴保险优惠 入税折扣 免费验车和免执照费等 但都不得要领 今天再次请求政府 正视业者的问题 我们工会要求Tato City 通过给我们的白色的Van 没有牌的去申请这个一海令 这个一海令牌 现在只是给十加一罢了 一般上我们旅游Van 全部就是十八座 十八座的Van 如果Tato City 给我们通过这个 拿到这个Permit 他们将来的时候 带我们的顾客游客 也是包括他们有一个安全 来游览我们的马来西亚 沈开祥强调 小巴司机考取导游牌 并非要跟导游抢饭碗 而是希望人人有公开 可以挺过疫情寒冬 不再为三餐温饱而苦恼 马兴社电视 实习记者赖俊凯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